为减少降雪低温天气给涉施农业生产带来的不利影响 今天上午 县农委积极组织农技专家走进温室大棚 指导雪后蔬菜生产 在丹珠镇报庄村一农户的温室大棚里 一行行黄瓜长势喜人 县农委技术站站长张灵霞仔细查看了蔬菜长势 认真了解种植户遇到的问题 指导种植户搞好雪后蔬菜生产 这几天咱们长得下雪比较多 农业部门很关心咱们长得种大棚的情况 我们专门派我们下来看看大棚管理情况 今天下来一看到大家把豆瓣草山打起来 我们很高兴 看到以后了 我给大家提几点这个大棚管理经养 第一个是下雪以后要解释大草山 解释大棚被 把棚被 解释除雪打开棚被 第二个是解释铜粉透气 要从这个大棚操上的时候 从洞倒气 痛一边去 然后再把棚被打住 这个是提高温度 增加光照 出境这个 这组生长 第三下雪天啊 避免搅水是非 搅水是非 容易这个 容易直升冰虫害 第一是如果遇到两样这个下雪天啊 天啊也轻 要碰也是 防虫防病药 为了确保大棚蔬菜不受到下雪降温影响 雪停后 县农委及时抽调技术骨干 吩咐各乡镇 开展大棚种植技术指导工作 受到了广大种植户的一致好评 这两天那个 下落雪了 这个 装着这个 能源专家来 我们的这个大棚 这些桥 我们的那个大棚 跟我们说 包吻啊 或者这个抗兵啊 一些措施 对我们这个打的支持 我感觉这个 肯定很好啊 就是国家支持我们的重地了 对我们的重地转发 打赏支持我们的重地转发 打赏支持我们的重地